你再混淆一个概念啊 请你告诉我 你这个账目多长时间累加起来是三十多万的 两年 那么正常的人的思维应当是让母亲替你还了他 主动认识错误 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反倒按你所说 拆了东墙补气墙 然后又把债务累高 然后增加几十万的成本 就是为了不让我母亲生气 你这么解释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我没有说我为了尽效不让她生气 我母亲呢确实给我还了四十万 四十万不是八十万吗 有三十万呢 是我母亲给我的钱 那钱干嘛了 还账了 说先生你这个把我们弄糊涂了 你看啊 你如果说按你说的打游戏 你打出来流水能有三十多万 对吧 那你从外面借钱还这三十多万 我们就算有利息也是能算出来的 你是等于从小额贷款公司和朋友那 又借钱还这三十多万 对吗 那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 我们也是能算出来 朋友跟你要利息吗 不要 现在等于是小额贷款公司和朋友的钱 还这三十多万 不仅没还上又蹦出了个一百多万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高于一半以上是利息 那妈妈还的这八十万 你又说妈妈只替你还了四十万 另外四十万是给你的钱 那这四十万干嘛了 也还账了 我说我母亲还了第一笔钱 就是年前 还的是四十万 但是呢 在还这钱之前呢 我母亲呢给了我三十万 那三十万你用来还哪了 这三十万呢 用来还这些贷款 因为那会儿我每个月要还三万多 等于现在银行的钱 你算是还的差不多了 能这么理解吗 没错 然后现在外面欠的是朋友的 和小额贷款公司的 对 你在混淆一个概念 你欠朋友和小额贷款公司 中间持续几年 一句话 你现在拿你的过错 当成你的理由来讲 我也解释不了 你解释不了 你就会让我们感觉 你这个所谓的债务就不存在 而且母亲说 她在给你这八十万还着的时候 说你这个过完年 你又借钱了 是吗 就是这些 就是那些网贷 人家替你还完了 为什么又要借了呢 我说了后续是 没有把所有债务都说出来开始 因为那会儿呢 就是有跟外边借高息的这种 所以没敢跟家里边说 就是说 跟不是朋友的人借了钱了 就算那种高息的钱 高息它多高的息 二十 年利率百分之二十是吗 月 月百分之二十 对 朋友的钱都不够还账的了 就得借高息了是吗 对 你不觉得你在想 你一切办法告诉你的母亲 我债务扑饼很大 一百万两百万都不行 只要你把房屋卖了 这钱正好够 你房屋不卖 我永远是有债务的 你是这么想吗 也是刚才律师也说了 也说到卖房子这问题 我呢 想的是说 我可以卖一套房子 你可以卖一套房子 对 卖你那套还是卖妈那套 我那边那套 那你们住哪儿去 住到我爱人那边 暂时先过渡一下去住那边 房子卖了能还清吗 可以啊 可以还清 对 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 这个没算过 没算过 对 还有一个问题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 你爱人是参与的 你是瞒不住你爱人的 你爱人是参与的 你可以说你借钱的时候 你爱人不知道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借钱的时候 你爱人不知道吧 你肯定这么说 你爱人要知道 就成了你和你爱人 一块儿坑你母亲的钱了 你脑子现在很清醒 那你爱人 事后知道了吧 事后知道 你不得不承认他知道 事后知道 而且还帮你去找你母亲 要过钱还账 她是否知道 你现在还有多少窟窿 我没赌上 现在还有多少钱款 她是否知道 五十多 还有五十多 她是否知道 你以前欠了多少钱 不知道 几年累加下来多少钱 你爱人是否知道 不知道 就是我没说全那个 你爱人愿意 同意你母亲的方案 然后你们住到他娘家去吗 同意 她为什么会那么大度呢 把自己住的好好 房子不要了 把钱卖了 她还了账 房也没了 钱也没了 然后住到娘家去 让娘家担心 她是为了两个孩子 那为了两个孩子 就得容忍你这么干吗 怎么说呀 是否你的承诺 卖房款有它的一部分 没有 没有的话 这就不符合常理了 承诺没有 但是呢 是拆迁的时候呢 是有它名义上的五十平米